丈夫因公生亡 获赔百万赔偿款 引发家庭矛盾 就因为这个打到审查上 也有了矛盾 活家不肯支取赔偿金 媳妇起诉公婆 要求依法分割 或者盼下来 这个家可能就散了 我就说没有不娶 他就跟我女儿这样说 他说那个钱要留给我儿子的 我当时就很气愤 他说 我当时就说没办法了 我肯定要采取措施 我就说我要上诉 然后其实我也知道 上诉会伤到孩子 我当时也担心过这些 但是你没办法呀 你不采取这个的话 钱就出不来知道吧 公地上去做事 从六楼塞下来了 当场就没 想起无效嘛 然后就死亡了 回想起六年前 丈夫出世的那一天 陈小花至今仍伤心不已 2017年5月4号 是陈小花丈夫 在浙江某工地上班的第一天 然而 她没有等到丈夫回家 跟自己分享 在新工地的所见所闻 而是等来了 丈夫不幸坠楼 去世的噩耗 就感觉天塌了嘛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因此破碎 家中还留下年迈的父母 和三个年幼的孩子 事后 佣人单位赔付了 122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然而 一开始就因为 这笔赔偿金的保管问题 陈小花的娘家与婆家 就闹得有些不愉快 这笔钱一开始 是打在我卡上的 就因为这个 打到谁卡上 也有了矛盾 我公公那边的人 跟我娘家那边 也有了矛盾 因为我公公 跟她大儿子的意思 就是说 要打到我公公卡上 然后我们这边就不同意 在陈小花的娘家人看来 女儿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 需要抚养 这122万赔偿金 应该主要用在孩子的抚养上面 而陈小花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理应保管这笔赔偿金 但是 对于这样的提议 陈小花的婆家人 却并不认可 为了避免争端 两家人最后 还是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以陈小花儿子的名义 在银行开户 将钱转至儿子的账户 存折由爷爷奶奶保管 密码则由陈小花保管 用钱的话 要我同意 也要她同意 才能起到这个钱 只要她不给我存折 我也起不到钱 你保管账户 你媳妇保管密码 是吧 对 就这样 一个保管存折 一个保管密码 两边商量着用钱 倒也相安无事地 过了三四年 在这期间 双方一共支取了十一万块钱 用于三个孩子的生活 学习等开销 而陈小花则在外地 务工赚钱 补贴一些家用 然而 平静的生活在两年前 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乌露偏逢连夜雨 2021年8月 陈小花的公共周庆生 不幸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生命垂危 急需要钱治疗 当时婆婆希望陈小花 能同意拿出六万块钱来 但老人的一些举动 让陈小花感觉有些不舒服 我说医药费 也不是我一个人出 我说她还有个儿子 她应该也出一半 我出一半 我说我没话说 我说你现在只跟我说 叫我去掏这个医药费 我肯定不愿意 对不对 然而就在陈小花 还在等一个说法的时候 她得知公共的手术费 已经筹集到了 这之后就是 后面她就没有钱交医药费 就把那个钱取走了 因为她头两天来 跟我要医药费 后面就没有来要了 我就猜她取了那个钱 果然婆婆取走的是 当初从赔偿款中 支取的十一万元中的六万 这笔钱由于是 作为三个孩子 近几年的生活费用 为了方便用钱 老人另外存了活期 当得知婆婆 竟然未经自己的同意 挪用了孩子的生活费时 陈小花十分气愤 我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说你不该用 但是这个钱取出来 不是给你用的 你要跟我讲 或者说这个钱 我要取出来自拼啊什么的 你会跟我说是不是 就直接取走了 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气的 然而在婆婆看来 她只取的这笔钱 虽然是三个孙子孙女的生活费 但是更是一笔救命款 她认为这六万块钱 也是儿子一百二十二万 死亡赔偿款中 他们老人该封得的一部分 事实上 周庆生老人的手术费 此后由赵世芳通过保险理赔 也都全额得到了赔偿 之前只取的六万块钱 也补回到了账户上 然而这件事情 却在老人和陈小花心中 渐渐产生了隔阂 她从那一年开始 过年就没来了 没没了 一次都没来 后来从那一年开始 我就没有其他家了 就在我娘家过年的 我就没有其他家 确实是这样 所以野毛的眼睛 越来越厉害了 后来就一直都 就是说也不想打电话 也不想跟她说什么 我就 你说想孩子 我就给我小孩打打电话 特别是今年以来 陈小花的大女儿艳艳 已经步入高中 需要的学习费用逐渐增多 陈小花便打算和公公婆婆商量 再一次从赔偿款中 取一些钱出来 没想到 却遭到了老人的拒绝 她就怎么样都不信了 你知道吧 就是不信了 后来她就说 这个钱留着我儿子的 我说我老公又不是光生一个儿子 还有两个女儿 对不对 他们还小 一样要用钱 是吧 她就是老思想 就感觉 那个钱就是给儿子的 你为什么不让她取的原因 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说 保证我们拿 在给人拿 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太大 今年一月份 陈小花便一纸诉状 将公公婆婆 起诉到了修水县人民法院 要求分割丈夫的这笔赔偿款 其实挺难过的 就是觉得一家人都走到那个 打官司的上面去的感觉就 心里总有点那个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孩子 知道吧 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 伤到孩子 那么面对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会如何处理呢 我首先诉前调了一段时间 调了一段时间没调成 我当时想要不要直接判了 后来再认真 跟双方沟通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案子 不能就这样判 在接手这起案件之后 逐审法官李文娟格外重视 甚至显得有些小心翼翼 在她看来 这起案件事实清楚 依法判决并不困难 但是李文娟觉得 这又并非一起 简单的民事纠纷 而是事关一个大家庭的 和谐稳定 如果是判下来 这个家可能就善了 但是孩子 小花照顾难度 也是蛮大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达成 公公婆婆的一个心愿 他可能啥都不给你管 他绝对不会管的 在法官看来 家和万事兴 如果能够将纠纷调和 同时又能实质性解开难题 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于是在开庭前 李文娟还是争取到了 调解的机会 我们把以前的矛盾 我们都丢开 我们往后看 往后看 我们看在孩子的份上 第一个 你现在至少 公公婆婆能帮你 继续照料孩子的话 继续管她生活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赚钱 以后也能给孩子 提供更好的物资基础 原告 他实际上是长期 在我做这样物工 收入也是还可以的 但是实际上 如果他回来修水 照顾孩子的话呢 这个收入说实话 不要说就是供养 自己和孩子是很艰难的 很现实 就是很难供养得起 而且就这么一赔赔偿款 如果没有收入的话 相当于就是 做事删空 这也不合适 法官认为 作为原告 陈小花而言 三个孩子仍然需要 公公婆婆帮忙照看 他内心其实并不想 把关系搞僵 这也意味着 原告这边的工作突破口 有望得已打开 那么 被告又是否 能做得通工作呢 在与老人聊天的过程中 李文娟也渐渐了解到 老人不愿意将赔偿款 交给儿媳妇保管 以及不同意 再支取赔偿款的真实原因 你是怕他改价了 拿这个钱 万一到别人家去了 对对对 老人家他的出发点 也不是为了争这个财产 他担心的是儿媳妇以后 这个小孩 这个财产利益的保障 他是出于这个目的 他们出现这个纠纷 而不是说单纯的 为了争夺这个财产 所以说这有一个 调解的基础 不难看出 原被告双方 共同的目的 都是为了三个孩子 在李文轩的 事法说理下 周青生老人 也慢慢有所动摇 也同意让陈小花 继续外出务工 他们则继续帮忙 照顾三个孩子 我们日子呢 我们先活在当下 自己该花该用的 该花该用的 我们也用 能省下来 能留下来 我们就给孙子 留一点本 因为以后确实日子还长 它还这么小一点点 是吧 然后我说实话 我们现在这个相当于 就是说相当于 也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之前有误会 我们就翻天了 而李文轩也趁热打铁 劝导原告陈小花 作为晚辈 要尊重关爱公婆 恢复往日亲情 我也挺感激他们 我没有说不感激他们 或者说用那些很多话语 来跟他们说话怎么样 我也没有 对对对 我们这种感激呢 在后续的生活中 我们要化作行动 化作沟通 我们心里既然感激他 那么我们要有行为 我们要有联系 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加强这个联系 今年六月份 这起案件在修水县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 由于已经有了 庭前的调解基础 在开庭时 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均同意依法分割赔偿款 及一次性公网补偿金 由六人进行均分 亲属补序金 原告陈小花主动放弃 老人和孩子 则按照供养年限比例 进行分配 当时开完庭的时候 具体账目上有多少钱 我们第一个 我们不好直接去取出来 因为取出来 定期它就变成了活期 它一百多万的一个存款 它可能中间会有 七八万的一个利息损失 八月中旬 这笔定期存款到期了 这一天 在法官的主持下 原被告双方 以及三个孩子 共同来到银行 现场对这笔钱款进行分割 主要实际上 当时调解下来 就已经分好了 但是因为设置到定期存款的一个到期的问题 然后以及老人家 他账算不清 他希望有个 当时他开完庭的时候 也希望我们来见证 把钱分好 他就输薪了 到了账上 他就完全心安了 等一下算一下分别多少钱 然后他母亲到了 就直接分开存就好了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双方达成的一个方案 你可能要麻烦 要帮忙算一下 这些钱之后 对应的钱会有多少利息 我们现在就是按比例 再到资金的分分方案 把那些利息 转存到各个人的名下去 现在就是在办理相关业务 那么今天准备完了之后 那些事情是按资金 就完全的了结了 对 前不久在法官的见证下 陈小花还带着三个孩子 来到了九江市天花锦森林公园 爱法同行公益林 一起种下了一棵核欢树 据了解 爱法同行公益林 是由九江中院打造的 全国首个家庭关系 加生态环境 修复公益林基地 家里的一个纠纷条书好了 家庭舍幕了 对不对 那个指数证明我发给你 以后我们可以带着证明 过来看看这棵树 是你们种植的 慢慢的 然后爷爷奶奶的 就由弟弟带回家 十安年中轻轻修复 升华到了自然生态的共建 以司法温情 还家庭幸福 促社会和谐 添大地绿色 增添